每逢佳节被失清 对一般民众而言 年位是回家 是团圆 然而对于军人而言 年位就是要让民众过好年 这是国军官兵的责任与承诺 是的 在大家欢庆春节 团圆围碌的时刻 国军战备不打烊 仍有许多同仁守护着我们热爱的土地 看见民众能够安心的过好年 就是国军官兵最大的成就 为让国人了解国军春节战备现况 国防部日前邀请媒体记者 到陆海空三军单位实地参访 除了展现部队战力坚强的一面 更要向外界表达国军始终站在第一线 随时因应各种突发状况与威胁 请收看春巡战备魏家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观看 农历春节是全民除旧不新团圆的好日子 每年在这个重要的节庆里 国军部队依然驻守在全国各处 努力地执行各项战备训练任务 官兵努力战训本物 为的就是让人民能够拥有一个 欢乐且平安的春节假期 为了让国人了解国军部队春节期间 坚守纲位落实战备准备实况 每一年国防部都会办理春节前的 加强战备媒体邀访活动 带领媒体实地前往第一线 借由详实报道 让国人了解国军部队的心情付出 今年国军110年春节加强战备媒体邀访活动 分别前往国军第三作战区 海军索营基地及空军第一连队等单位展开 透过实地见证官兵坚守岗位 陆立战备的过程 彰显国军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 接下来我们就透过军文社的镜头 实地了解官兵在春节前 执行加强战备的整备过程 此次的陆军春节加强战备整备 由陆军装甲584旅联合兵种营战备部队 模拟反渗透重要防护目标作战 透过士兵对抗点链 恐显联合兵种营独立遂行联合作战能力 操演首先模拟敌军 突击我桃源地区猛击场 而单位接获作战命令后 牵针台运用UIV无人飞行甲剧 探明敌军阻力位置后 掩护后续阻力发起攻击 并由驱击组实施远程驱击 随后CM11战车 CM32、CM33及CM34 装部战斗车发起攻击 最后对快退敌军实施战场追击 肃清阵地敌军 圆满完成这次的操演 在本次操演中担任射手一职 在去年的汉光演习期间 担任战车驾驶 装甲近20年来 第一位女性将战车开上马路的战驾 让大家看到装甲兵的魅力 也可以让民众所看到 我们装甲兵是实际有在操演 去准备任务的 在操演这段期间 每个人都在尽力地操作各项任务 然后磨合 让大家的任务更顺利遂行 然后在春节整备这段期间 我们也是努力不懈地持续整备 让国人能更安稳地过完这段春节 很荣幸担任本次春节战备操演指挥官 希望借由本次的演练 向国人展现我们平时情绪精练的坚实战力 以及官兵守护美丽家园的决心 更让国人了解到春节和乐之际 国军已做好万全的准备 秉持着国防安全无价值的精神 持续坚守岗位 让国人能安心过好年 镜头船网左营海军基地 为向国人展现 我海军官兵陆立战备训练成果 了解单位平时的训练及作战模式 在这次的春节加强战备准备中 他们共计演练 难船扶扬 防御性布雷 水雷侦测 空中观雷 水雷捕获及反特攻作战等操演 说明未来海军将朝向海上支援 与禁岸兵力双尾发展 并展现布雷 真雷 裂雷 爆破 反特攻 等创新的不对程战力 以及水下救难能力 充分显示海军是有能力建制一支 平时能救灾 战时能作战的海上部队 现在在我的身后 是本队的潜水中调放系统 主要是透过60k瓦发电机 驱动油压马达来进行调放的作业 当潜水员要下达海底时 首先会进入潜水中 透过调放系统 将潜水中放至海底 潜水中同时也可以作为海底的工作站 到达海底后 潜水员会携带浮力带至难船的位置 确定接合点后 将浮力带接合完毕 再接上充气管 确定完成接合后 接去由岸上的人员进行浮阳充气作业 当猎雷舰搜索到雷的位置之后 反显直升机会做一个烟标的施放 主要是让我们潜水员知道雷体的所在位置 准备完成后我们会带着我们的爆材 前往陈底雷的目标 把我们的组装药跟我们的陈底雷做一个结合 结合完毕后我们就会沿着我们的爆材导爆索 一路上升至水面 那这个时候就由我们的艇上的这个助手 来做一个起爆装置的一个制作 当我们潜水员上艇之后 会将我们的起爆装置 与这个导爆索做一个结合 到达安全距离之后 我们会再做一个电放回路的一个测试 完毕之后确定没问题 请示上面的长官是否实施雷体的限定引爆 确认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实施一个引爆的动作 此次海军陆战队反特攻动态演练中 模拟恐怖分子劫持军舰 画面中可以看见 停泊船只为恐怖分子所劫持 而负责征询任务的快艇 依计划执行登船检查 却遭敌火力突击 新式突击艇M1动钩 以操控优越性能回避 船只实施反特攻作战 水中爆火中队 一计划向目标接近准备战斗 突击队员乘坐突击快艇 区分三小组 依序对船只实施多点攀登突入 以特种登船工具组架设锁踢 向箭手突击 架设无误后 人员依序进行攀登 第一员攀爬咸兵后 实时观察投植烟雾弹 利用烟雾掩护效果 队员顺势攀登至甲板 及时投植震撼弹 并对舰手搜索战斗 突击队员突入船舱内部 限制空间战斗 并按计划 树清爆裂物及爆毒 我平时主要负责左营军港战备登行任务 对于平时训练或执行任务时 皆要求队员依准则叫放规定执行 其能有效首领各项任务及状况处置 本次操演担任新式特种作案图履体 艇长职务 负责任务中指挥艇制航行 及相关战术运动 以确保整体状况安全 本次操演 藉由新式特种作案图履体 优异机动力之特性 有效对敌实施质押及反特攻作战 且能够依当前敌情状况 做快速释切式反应 以完成上级手交付制任务 近年来 面对中共战机不断咬台 而IDF战机过去一局但愿 台海领空的重要防护工作 兼部空防掩护 空军今年的媒体加强战备训练 就是安排在空军第一领队 由飞行将官模拟战时紧急编队起降 以及地勤人员实施万箭弹潜力装挂 IDF行机围绕作业 战线空军平时训练成果及捍卫空防的决心 空军第一连队是空军第一支喷射战斗机部队 也是雷虎特技小组的八原地 下辖台南及马公两个基地 24小时不间断执行战备任务 在台海纵深较短且严峻的时刻 可以有效且弹性有兵 警戒室待命的飞官们 只要在防空需要时 IDF战机便能够在五分钟之内 紧急起飞升空 守护家园 本人所担负的任务 主要目的就是固守我们中华民国空域 以及保卫国人 保卫国家 然后担负空防战备任务的部分 这是属于本人的主要任务的部分 战备任务的部分 我们不管是空情人员或是寄情人员 不分昼夜 全天24小时的情况之下 这个担负战备任务 也不会区分平日 假日或春节 所以也特别在这个日子里面 要告诉所有的国人 我们不会因为春节期间 或是平日 假日而松懈了我们的战备 主要目的是希望让国人能过一个好年 每一架战机升空 后勤为宝 功不可没 厂篷内日夜不间断的战机周浅及作业 就是为战备提供了最强的后勤支援 让战机能够不分日夜 全时守护我们中华民国里空 在空军中流传着一句话 空战出英雄 地勤一半工 战机能够翱翔长空 在背后都有无数地勤人员的付出 从任务起飞到落地 都有各种检查与修护工作必须执行 我们会持续陆力战机围保工作 确保飞机能够顺利飞行 一共同维护台湾领空 这几年我观察下来 其实国军的战演训来说 都越来越逼真 越来越拟真化地去呈现 那其实也贴近我们现在的敌情威胁 那我认为这个事对官兵来讲是很好的磨练 也是国军就是最明显的进步 我认为就是国军官兵都非常的辛苦 因为国人在欢度春节假期的时候 那他们还是在山之巅海之巅 或是在城市的一些卫戍座当中 继续保卫国家 那我必须跟他们说一声辛苦 那也希望国人可以继续支持国军 我觉得最近的新闻其实都可以看到 就是共军其实在台湾的附近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平常大家对于国军演训 或许比较少可以接触到 那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次媒体的画面 让国人安心 那也让国人知道就是平时的岁月静好 其实是有人为您辅重而行 那也希望民众可以给国军多一点鼓励支持 国家可以百年无战事 但不可一日无战备 国军官兵在春节期间 仍会持续在山之巅海之兵 致力战备整备任务 做好战备训练工作 不分函数及重业 使之捍卫国家安全与人民福祉 都没有人家的爱衣服 我会在山派的训练 你 我会想念 我会想念